嗨东西们 肥不剪不行 我从今天开始把这个肥啊给剪一下 但由于我这是阳康之后嘛 运动不能太猛 只能循序渐进摸索着来 所以啊这一次我要在饮食上面控制一下 不能再像当年那样子做死的搞了 然后老规矩先剪它个时间 这次我不会日根了 日根这也太断断续续的根 然后我现在去卖大劳先吃它个早餐 一个小小的套餐 而且这个饮料是豆浆哦 健康 给同学们介绍一下这个汉堡啊 非常的健康 你看我哎 我明明定制的时候取消了这个酱的 我不吃这个酱的 那出现的失误就只能吃一下了哈 然后是两层 非常的nice 然后豆浆 然后碰到我们的明明 他又给我点了一杯黑咖啡 行 很健康的早餐啊 你还记得那时候我们俩吃完汉堡完也就是肯德金那一次吧直接把我搞 吃完早餐 岂不是要跟你一起去吃中饭 你还记得那时候我们俩吃完汉堡完也就是肯德金那一次吧直接把我搞 我现在还记得跟你老婆 请我吃那顿饭一样终生难忘 刚吃完早餐 就到吃午饭的时间了没办法无缝对见 真的很简单的一碗小小的面 你问一下他们鱼胶是什么做的 啊对 刚刚小明给我刻薄了一下原来鱼胶就是鱼泡 我一直以为是像鱼胶那种啊不出来的 啊对了除了一碗小面面还点了一整只鸡腿 这哪有一整只鸡腿加鸡翅 半只 整只鸡有两个腿是啊 那饭是鸡肉做的 你看那个海南鸡 没有骨头 又饭是中午去吃 还要碗 碗 碗碗 我们小明他只吃个鸡腿 那这些怎么办呢浪费掉吗 那就不那当然不合适 中午吃多点还是没问题的哈 同学们 而且很健康 他这个肉很嫩哦 而且味道也精致的 称一下体重后 先直接把它搞到90 然后我现在应该是90 整 不是整吗 那1 1也不行吗 2 差不多了吧 92公斤 减5公斤 我觉得有点轻松啊 把目标调整一下 我们减10公斤怎么样 20斤而已吗 没问题 今天天气好啊 气温也适宜 20度 然后 我们还是老计划 先跳500到1000个绳 当做准备活动 然后是30 20个吧 20个双摇为1组 做8组 做10组 都不是问题 稍微的 恢复一下 开始运动 OK 跳了差不多 600 700个 心率 刚刚最高的时候 140 感觉还行 有一点喘 现在心率128 开始 10组 20个双摇 跳了19个 每跳到都不算 重来 这个双摇 强度还是有些高 20个跳完 心率159 恢复好 恢复好 好 第三个六 六 七 七 搞定 心率 一百五十五 一百五十八 差不多这个范围 有一点点小肚子啊 但是没关系 我的勤奋 和努力 还有自制力 很快就下去了 下水 总量大概 八百一千二 差不多 就直接 低强度为主 控罩心率 一百四一百五 差不多 然后长距离的慢慢游 四百到八百 打大腿 然后练几个 跳出发 水下百腰 十五米 因为比赛的时候 五十米跳出发 加水下的那个 十五米百腰 是很重要的 现在五十米的充斥 不能上那个强度 那就练练出发 找回一点感觉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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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大家说 二百三把 六百八 一年 一年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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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